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中家台北新闻 我是蔡小军 新闻一开始要先带你来看 2024台北杜鹃花季 三月起闪亮登场 大安森林公园 共种植了21万株 超过20个品种的杜鹃花 主办单位还首度推出了 限定活动 安森音乐派对 邀请您一起迎接 百花盛开的春天气息 与知名声乐家简文秀 一起演唱甜蜜蜜 台北市长角安宣布 2024杜鹃花季正式展开 邀请国人一起来 大安森林公园 欣赏超过20个品种 21万株杜鹃花 还有2万盆绣球花 醉蝶花及薛衣草等各式季节花卉盆栽 享受满满幸福感 在大安公园里面就有21万株的杜鹃花 那在整个台北市 特别在城南的地方 我们有85万株杜鹃花 所以这一次我们规模更加盛大 我们让杜鹃花开满台北市的每一个角落 其实我记得在以前看过我们台大医学院荣誉教授谢丰周 他曾经说过一句话 一个伟大的城市一定要有一个意象 一个文化 当大家到日本想到的是樱花 到荷兰知道是郁金香 来到台北 我们的市花 就是杜鹃花 其实杜鹃它的赏花期会比较长 然后我们园内 今年在大安森林公园里面 我们也布置了绣球花 对 让民众觉得说 来这边看是有幸福的感觉 百花真言的美丽景象也吸引许多民众拍照留恋 只说真的很美 开得很好啊 很漂亮 什么花都很 就是 看起来很华丽 就是开得比往年还漂亮 今年就是看得起来很华丽啊 很漂亮 心旷神怡 桥鹃表示杜鹃是台北市花 除了色彩鲜艳外 适应能力也很强 坚韧的生命力真代表台北市 不只是一个多元丰富的城市 在面对外界挑战 更能克服困难 勇敢向前迈进 杜鹃花 他的特性 也就是除了颜色鲜艳美丽 而且他适应力很强 他的生命力坚韧 其实也代表台北市 我们不只是一个多元包容的城市 而在我们面对各项外在的挑战跟困境的时候 我们依然往前迈进 勇敢前进 这就是台北市 这就是我们这座城市 工人处方明也说 杜鹃花虽然容易栽种 但是因为花期长 要维护并不如大家想象的容易 杜鹃花其实是很辛苦的 其实它好种 可是在培育 因为它度夏天 这个夏天 就是会让杜鹃花比较困难 所以我们有时候会用一些遮阴 或者是说会用其他的方式 来让它可以把夏天度过去 然后剩下的其实它的施肥 或者是除虫 或者是说浇水 其实它最重要的就是水分 所以杜鹃花的水分管理非常重要 除了三大展区 与小木屋 机器人等特色造景外 配合大安森林公园 建员30周年 主要单位还首度推出 县令活动 安生音乐派对 由青春活力的校园社团 与街头艺人轮番上阵 在周五到周日提供丰富的音乐饗宴 角湾也回忆 要不是前市长黄大洲的勇气 台北市就无法拥有这座 绿意盎然 生态丰富的大安森林公园 当时他承受极大的压力 面对各项的抗争 他告诉我甚至 他当时住在市长官邸 晚上还被抗争的民众包围 他说他的太太都告诉他不敢回家 但是他还是坚持做对的事情 也才让我们现在所有市民朋友 享受这么棒的大安森林公园 整个花季一直到三月底为止 花季期间还将举办 只赶生活教室 邀请民众进行杜鹃花 相关手作体验 欢迎亲子一起到大安森林公园 近距离认识杜鹃花 享受DIY乐趣 记者张其辰台北报道 房屋高公设的现象 引起了外界诟病 内政部长林又昌 宣布虚评的改革方案 将采取两大策略 为了让消费者买房更实在 内政部长林又昌 宣布虚评改革方案 将采取两大策略 首先是改进停车空间 让停车位具有独立权状 与居住公设空间明确区分 大的方向呢 就是让停车空间跟居住的公设 能够非常明确的区分开来 停车空间就是停方车辆使用 另外呢 居住的公设 就是确保居住维生品质 及逃生安全所需的 这些公共空间 第二个就是让停车空间的负担 能够合理化 那没有买车位的人 不负担车道的面积 另一项策略是改进农机计算 将目前进入农机的一般电梯 放到免计农机 同时增定管委会空间 以总农机的1%为标准 保障偏小型基地的空间需求 在在虚平改革之后呢 我们将应计农机的部分 也就是一般电梯 我们把它放到免计农机里面 所以合计不得超过的一个比例 没有改变 但是透过这样的一个过程里面 我们可以把这些减少出来的这些频数呢 我们可以增加到实际上 民众可以运用的这些空间里面 刘昌表示透过两大改革方案 预估可降低公设比 25%到30%之间 我们应该可以把现在市场上的公设比 从目前大概33% 35% 是这个蛮多比例的 另外当然也有高达40% 我们应该可以把它有效的 这个降低到比较合理 也就是大概是25%到30%之间 接下来内政部将启动与业者沟通 希望在既有公司上进一步收集业者意见 然后提出修法草案送到立法院审议 记者张启腾台北报道 2024大学技职学校多元入学博览会 台北厂在台大体育馆举行 吸引国内知名大专院校参加 以大众传播学群闻名的世新大学 展现学校的优势与软硬体的实力 号召学子加入世新的行列 世新大学竞技啦啦队 被青春洋溢的舞蹈炒热现场气氛 以传播学群闻名的世新大学 每年在大学博览会都拥有超高询问度 校长陈清禾表示 世新大学以数位传播贯穿各学们 数据智能结合各专业的办学特色 并大量导入AI课程与产业结合 成为在私校中脱颖而出的关键 基本上我想大学博览会里面 大家百花齐放 但是我们世新大学是一个非常有特色的一个学校 我们以传播起家 现场可以看到我们很多传播的一些基础的设备 但是更高端的设备我们都是摆在学校里面 我相信看了这些设备之后 就可以了解我们世新大学在教什么 其实我们就是两个口号而已 一个是传播贯穿各学们 而且是数位传播贯穿各学们 这个年头各个不同的专业都应该跟传播结合 所以我们的管理学院 人文社会学院 或法学院也好 我们都跟传播有关 我们也希望这些学院 在我们的传播学院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领域里面带领之下 能够我们数位传播贯穿各学们 那最近这两年我们非常努力的地方 在实现了我们的另外一个口号 叫数据智能结合各专业 所以我们在这个学期开始呢 我们就发展了26个课程 跟AI人工智慧是有关的课程 那么这些课程内容呢 我们就希望能够实现 我们把我们的传播在网上带动了 变成了一个所谓的这个数据智能 结合各专业的一个概念 所以AI这是我们这两年的教学的目标 我们为了符合这个时代的潮流 然后以及现在传播科技的发展 所以我们在学校的课程部分 大量的导入AI的课程 然后让学生毕业之后 能够学习到符合时代趋势的技术 在就业上面也会有很好的衔接 那我们跟产业界的关系非常好 除了延览业界的师资到学校去授课 然后也让学生在在学期间 就可以到企业里面去实习 然后让毕业之后能够无缝接轨 这也是我们学校的办学的一个特色 展场中还特别架设绿木简易棚 展现学校特色 近年来校方持续投入师资与课程改造 并投资先进设备 让学生在学校就能够接触到最新的产业趋势 达到学用合一的目的 我想世新大学在整个大宗传播选取里面 我想我们是独占凹头 因为我们也获得企业界 对我们的第一名的这样的美誉 可是我们在课程改造 还有整个师资的设备 我们都不断的自我挑战 所以我们现在在整个世新大学的 整个传播学院 我们的影视音 这样的整个创新课程会不断的增进 我想在整个食物的整个面向 还有整个器材的整个不断的更迭 我们能够结合美国好莱坞的智能摄影棚 我想在台湾我们绝对是首屈一指 在亚洲我们是首屈一指 我们也是希望对于影视音 有兴趣的朋友 也能够加入我们世新大学 重播学院的行列 谢谢 入学博览会现场吸引满满人潮 许多考生都为选田志愿做准备 还有家长带着人在就读高一的孩子来参观 提早订定未来发展方向 因为学校有推荐我们高一了 然后刚刚念到高一想想了解一下大学 以后他能够上的学校 对台湾的学校招生的一些戏 这些项目有些了解 因为世新大学就在我们家附近 他每天上学会经过 所以他就一直念念不忘说要念世新大学 他因为比较擅长的语言 这些表达这些的 我想看看这些系有没有适合他的 我们现在有四个学院 包括人文 包括我们的法学院还有管理学院 其实我们最大的 只要想到世新就想到重播 所以我们的重播学院是非常非常有名的 当然学生要进我们重播学院 他因为名额还是非常有限 所以因此我们重播学院的名额之外 我们也希望我们的同学 能够把自己当作一个拍行人 拍行人就是他必须要有另外一个专业 然后呢 有藉由我们传播这个平台 让他把它说出去 基本上来讲 我想我们的法学院 我们的法学院呢 我们的智慧才能权 包括我们现在AI的伦理 或者是AI的这个法律的规范这一块 其实我们是非常强化的 在我们的管理学院的部分 包括我们的财经器官 经济 甚至于我们的行管 还有我们的观光 资管这些 其实都跟AI是非常有密切关系 所以AI跟我们的传播学院的结合 然后再如果自己再有一个 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专业 比如说他有财经的传播 或者经济跟传播 或者气管跟传播 观光跟传播 行管 资管跟传播的关系 我觉得这些呢 都是一个非常有智慧的做法 所以我想我们的学生 只要进到四星大学 一定会有传播的一些气氛 所有的课程都跟传播结合 但是呢 如果你有另外一个专业 比如说你还有语文的专业 我们还有日文系嘛 我们还有英语系 我们甚至于还有色星系 我想这些呢 都是一个非常有智慧的选择 真的非常欢迎大家 加入我们的行列 只要进了四星 你就是一个会有创意的人 你进了四星 你就是一个会做的人 更重要进了四星之后 你做出来的东西 你会自己把它行销出去的学生 四星大学每年还提供 校内外超过300项的奖助措施 鼓励优秀学生 并持续媒合外界各类奖助学金申请 校方也期待更多优秀学子 加入世新的行列 记者李奇慧台北报道 根据人力银行调查显示 高达九成一的上班族 有年后转职的意向 创进五年的新功 其中有五成八已经展开行动 西上安全带准备出发载客 44岁的陈先生 今年1月正式成为一名计程车司机 原先在知名健身中心担任管理职六年 薪水约三万六千元 长期动涨 年终更是只有一千五百元礼券 让他决定转换跑道 收入竟是原先的两倍以上 之前在某健身房担任管理职的职务 薪水的话只有大概三万六左右 历年来年终奖金只有 所谓的一千五百块的礼券 那薪水也不会再涨 那毅然决然就在寻找机会 刚好遇到目前那个 计程车司机的老板娘 跟我分享的时候 他们有一套策略 可以让我在时间自由 然后自己跑计程车的方面 可以赚到比之前还要多的收入 那一月份的话跑下来的话 的确就算一算的话 有跑了大概八万多的薪水 觉得这是还不错 那毅然决然就继续跑下去这样 一直有想要从事线上课程 然后教人家怎么样 硕身减脂的方面 那因为之前自己也有 实验了一阵子 效果还不错 那我自己又理出一套 一套课程的系统 那可以帮助 年后想要硕身减脂的一些朋友 可以帮助到他们 年过三十的林先生 原本是安清班老师 月薪仅三万多 年终更是只有两千元 在过往人脉学经历助攻下 去年成功跳槽到建设公司 旗下培训机构担任课程行销 争取到四万元薪资 瞬间帮自己加薪百分之二十 因为原本工作是在补教业 然后就是工时来讲 没有说比较短 然后而且有点像责任制 然后呢 可能辛苦一整年 想说最后年终应该不错 结果我只有领了两千块 然后看到后有点傻眼 说才两千块 一般来讲 因为补教业 其实他每个月的收入都还不错 都有固定的进照 结果老板也就是看心情 可能最后只给我们个两千块 那后来想说 既然年终那么少 那就是感觉 为公司努力的感觉没有那么的值得 就觉得跳槽 然后希望让自己人更好的环境 然后后来跳槽到新公司以后呢 因为新公司看中原本有了补教的招生能力 然后加上因为本身有一个学历背景 是老板蛮喜欢的 然后再加上因为本身在社会工作多年 所以对应对进退的能力还不错 所以老板看中这几点的情况下 然后就因此在薪资谈的上面呢 就已经跟前一份工作差了20%以上 所以落差蛮大 所以我觉得这个跳槽是对的 所以等于说选择对的道路 比上你努力还重要 准备自学考受险证照的 乌小姐是位三宝妈 先生任职公司结束营业 让乌小姐积极回归职场 做过行政工作 发现薪水不负期待 连锁寿司店外厂则是体力吃不消 因此想朝受险业务发展 希望顺利转职成功 之前的话我有做过寿司店 它的薪资大概是4万 但是因为它有时候需要假扮 那要服务业的时间 没有办法配合小孩子 那因为像我回到家 可能小朋友都已经睡觉了 那我出门的时候呢 起床的时候 其实小朋友都已经去上学 那我觉得这个工作 虽然说薪资 普遍来讲算是偏高 但是它不是很符合我的期待 后来我就离职了 那我在找工作过程中 也是有想要回到之前 可能从事的那个医院的工作 那医院工作的话 也有找我过去面试 但是我觉得薪资不是很理想 那又要轮班 薪资大概是3万块左右 那我觉得不是 也不是那符合期待 后来我就在朋友的介绍下 我就决定要看看 做一些业务性质的工作 那业务性质的话 就是像是保险公司 或是做防纵的部分 那业务性质的工作的话 它是会给你一个底薪 那如果你有业绩的话 它还会再另外给你一些奖金 我觉得这是 加上它时间是比较弹性 我觉得这是比较符合我的期待 根据人力银行调查显示 高达9成1的上班族 有年后转职意向 创近5年新高 更有5成8已经展开行动 其中营造建筑业 与传产制造业的上班族 转职意愿最为强烈 而年终发放也是转职的一大考量 其实根据人力银行调查 今年年后转职 上班族意愿高达了9成1 也创下近5年来的新高 那其中有5成8的人是已经在转职的路上了 另外有超过3成的上班族现在正在骑旅找马 等待好的时机要转换工作 然后另外其实根据我们调查发现 其实今年最想要转换工作的两大产业 分别是传产制造 还有建筑营造业 那其实这两大产业想要转职的理由也不太一样 其中建筑营造业 他们是属于一个往内互打的 往内互转的部分 他们是业内的吸力比较大 比如说因为他们因为缺工的问题 所以会让他们愿意用更高薪的薪水 然后来挖缴其他的同业 那至于全产制造业 则是一个业内的推力比较大 因为去年受到群球景气比较低迷的情况 还有出口不振的影响 所以很多制造业可能有放无薪价的问题 甚至年终龄的不太理想的状况之下 会让全产制造业的上班族 萌生了转职的念头 今天根据我们调查发现 有四成一的上班族 宁愿降薪也要转职 而且他们可以接受降薪的幅度 达到了3288元 那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状况 其实主要是因为 可能他们对于产业的前景 觉得不是很乐观 或者是他认为这个企业待下去 他没有升迁的机会 没有加薪的机会 因此就会萌生转职的念头 那另一部分也可能受到了年终的影响 因为其实根据我们调查发现 有领到年终的上班族 跟没有领到年终的上班族 他们在转职的积极度是有落差的 其中如果没有领到年终的上班族 他们会比有领到的上班族 更积极11% 对多数上班族来说 选择转职最主要的原因 就是为了追求更好的薪资 调查也显示 上班族期待转换跑道 可以增加4894元 但如果是企业想留财 则需付出5495元的代价 记者领席会台北报道 内政部长林友昌 拜会台北市长蒋万安 针对社子岛开发的相关议题 交换意见 并将持续与中央沟通 并透过跨县市平台合作 让社子岛整体的发展往前迈进 在内政部新村记者会上 内政部长林友昌表示 针对社子岛发展的各项议题 日前已经与台北市长蒋万 副市长李四川进行深入讨论 在交用部分 为了避免重蹈内克拥塞堵车的覆车 双方都认同应该导入大众运输系统 刘昌也提出两项建议 首先是社子岛轻轨规划 应与新北的五谷泰山轻轨串联 其次是卢瑟大桥纳入大众运输系统 并且让脚踝车等绿色运具通行 我们建议 未来如果社子岛要发展的话 应该以大众捷运系统的导入 作为一个非常重要的必要性 而且这个也要早一点确认 那卢瑟大桥呢 可以让这个社子的这个轻轨 跟我们的五谷泰山的轻轨 把它接连起来 那卢瑟大桥 如果未来是只走大众捷运系统 另外是思考搭配的绿色运具 比如说它的轻轨的这个路廊的旁边 两侧是走绿色的运具 比如说包括这个脚踏车 或者是人行的一个通道 其实它提供一个 这个不一样的一个可能性 另外这个也跟我们现在整个国家 2050近年碳排 然后整个绿生活绿环境绿交通 有一个更大的政策上的一个契合 对于台北市政府提出 要在社子岛划设5% 社会住宅用地恐怕有所困难 牛昌表示理解 也建议未来如果设置轻轨机场用地 有检讨整合的机会 可以进一步评估 是否有增加社宅用地的可能性 社子岛上面 大概有规划了一些专用的 这个安置的住宅 我们那一天大概有跟 讲师长提到这个课题 不过内政部我们也提认到 因为在社子岛的整个案子里面 他们的公共设施的负担 已经高达56% 所以要在这么高的公共负担里面 再去规划社会住宅 可能是会有一些难度 不过刚才也提到 原本规划的设置的这个轻轨的机场 是利用上面这个地方 如果未来可以跟五谷泰山的轻轨 进一步整合的话 那机场的位置 是不是有另外的一种可能性的思考 那这个时候 设置原本的这个土地呢 就可以再进一步释放出来 做其他公共设施的一个规划 或者是做 这个所谓的社会住宅的数量 可以做这个稍微的增加 刘昌与讲完也达成共识 很多议题交换可以直接沟通 不一定需要公文往返 希望让沟通进程更有效率 更快速 也更符合社子岛当地民众的期待 我们有跟台北市政府也有提到 目前台北市政府所报的社会 这个我们社子岛区段征收 开发范围 以及底价比例核定的这个案件 那目前 这个台北市的地震局 已经把资料送到我们内政部地震师 我也请我们地震师密切跟台北市地震局来联系 来补充相关区修正的这个资料 那不用在这个行政公文这种往返 然后来加速后续审议程序的一个召开 对于林佑昌来访 台北市长讲完表示 双方会谈气氛融洽 也就社子岛各项议题充分交换意见 对于林佑昌提出轻轨与卢塞大桥的解决方案 讲完认为这个方向没有问题 的确需要从整体来看 希望中央与地方一起努力 让社子岛发展往前迈进 记者张琪辰台北报道 设嫌侵权金额超过台币10亿元 看到一则则的新闻 这些制造输入或销售侵权基上和的业者 都会遭到罪重可除两年以下 扶行合50万元罚金 影视产业式文化输出的软实力 可带动旅游观光等行业发展 盗版业者行为会让正版业者收益减损 进而减少产出优质节目的能量与资源 直接受到伤害的是文创工作者及消费者 所以请大家检查一下 自己使用的基上和是否合法 就算是合法的基上和 内建是否下载了侵权APP 虽然台湾没有对使用侵权基上和的民众 有任何的罚则 但为了打造一个优质且强盛丰富的影音帝国 请民众一起导正市场合法秩序 支持影视产业 高龄社会来临 长照日益增多 成为沉重的负担 台北市配合中央 推动长照十年计划2.0 提供到宅的专业服务 让失能或失智患者发挥潜能 提升自我的生活能力 右手碰触左边膝盖 一边做一边数数 56岁的钟女士一人独居 中风后被评估为失能 让她沮丧无力感倍增 透过治疗师每星期一次 到宅以个别化循序渐进的方式 进行赋能训练 现在钟女士不但逐渐完成 日常生活 更养了宠物兔 从被照顾者转换为 照顾者的角色 看到一个个案成长 真的是让我们非常有成就感 因为像一开始钟女士 她就是会躺着 那就是卧床 那很多卧床的患者呢 其实还是有很多种障碍 我们看不到 就连刚才我们主命讲的 呼吸还有身心灵上面的问题 我觉得这个都是我们可以帮助的 那特别是但在我们一项一项 恢复功能之后 她可能就会有很多想法 有些积极的个案 好像她一开始是独居 如果握床 我们可能会觉得说 她会不会就是 有点自我放弃的感觉 那慢慢增加她的信心 过程中其实就可以发现 她可以走路了 然后可以参与一些社会活动 那想要外出等等 我觉得这个真的是非常好 特别是后面她想要 可以照顾宠物照顾兔兔 就从一个被照顾者的一个状况 那提升到她想要照顾人 她可以照顾不只照顾自己 可能想要照顾宠物 那当然相对的 她的功能要提升很多 特别是一开始她的心态 她的心灵就是你要很健全 那另外一点就是 她的一些 她要自我检视 我哪边不足 好像她有跌倒的状况 她就会想说那我走得更好啊 她就会激励她的次数 像现在踏步 本来我要求说她踏30次就好 她就会说我要踏100次 那很好 那甚至会自己做记录 有些状况患者 她很容易就往旁边倒下去 因为她会半边忽略 忽略她的换侧 那有倒的状况 其实要很大的注意力 你可以看到 她做动作的时候 左右两边都做 这当然是经年累月的 练习才可以有这样的成效 都已经是上百下 那她做动作的时候会有数数 数数也是加深我们的专注力 因为有时候患者会说 那我要做几下才可以 她又觉得说 我好像都没有 都没有那个怎么样 没有进步 那这时候我们就会跟她讲 你看你数数就可以数30下 10下10下 下三次就30下了 慢慢累积就越来越好 那像目前她做脚的开合动作 脚的开合动作最主要的话 但是跟我们身体稳定是有关系的 像很多个案的话 她容易跌倒 在家里容易跌倒 不外乎 她的脚步就太小步了 走路会越来越小步 那眼睛可能没有在注意看手跟脚 但就容易发生跌倒的状况 那现在就是在做捡兔子便便的时候 对啊 我觉得兔子 这个优势就是 大小便的时候比较容易清理 所以她用手就可以直接捡起来 那当然眼睛看身体往下弯 蹲下身 然后食 捡大便 这个是非常困难的动作 要不断的练习 像她现在捡好像很容易 可是其实一开始是非常困难的 因为她往前弯就会怕 会怕跌倒 她以前跌倒的阴影 心理阴影就会浮现出来 卫生局表示 透过专业人员 六个月十二次短时间 且密集性的到载介入服务 指导个案及主要照顾者 达到训练目标 让个案学习自我照顾能力 或家属学习照顾技巧 我们的流程呢 当然就是收到的这样子的 需求 那我们就会到案家去做评估 那因为这个钟女士她是独居 其实她有一块就是 她很担心 她自己能够办法 回到社区之后 能不能够在家里 不会跌倒 这种担心害怕的心情 那受到了这样子的需求之后 当然就是会做一些 我们代表里面应该要有的 照顾评估 那之后她有这样子的 她当然还是希望她能够 除了她的肢体功能能够稳定的恢复之外 那之后呢 其实我后来再访识她 我觉得这边也要谢谢自理 吴底子老师这边 等于是说重建她的信心 她有想要外出再去找工作 那我们配合长照2.0 提供了道载的专业服务 那希望说 藉由需要使用到长照2.0的个案 在居家的时候 一样可以有专业的服务 那赋能治疗 这个部分就只要是希望能够提升 个案在自主健康生活的能力 维持社会的一个参与 还有社交的活动 减轻照顾者的一个负担 卫生局表示 在台北市长照专业服务目的 是为了让个案能够学习自主生活 不再总是被照顾 呼吁民众如有专业服务需求 可拨打1966长照专线 或至台北市长期照顾资讯网 线上申请 记者林奇慧台北报导 一年一度的336爱奇儿家庭日又来咯 今年3月16号 在台北市立动物园举办 网红展龙展睿也携手做工艺 邀请民众一起支持爱奇儿家庭 天使星336爱奇儿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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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网红展龙展睿 比出爱奇儿友好手势 担任天使星基金会的爱心大使 邀请民众在3月16号到台北市立动物园 参加336爱奇儿家庭日 关注身心障碍儿与其家庭 主动冲击 结果就看到天使星 对 OK 就遇到然后就好好了解一下 好好做功课 然后后来就透过社服的过程 然后这一次就透过介绍 然后就是被邀请 是 来就是参与这个336这个工艺的这个计划 对 然后就觉得有很大的改变跟突破 然后也有很多的不同的学习 是 其实不包含是做工艺 我觉得对我自己本身付出的人来说也是一个很大的成长 是 我觉得大家都是正常人 所以有时候我们遇到新的事情 我们一定会先吓到 或者说有点反应 或是会察觉 也是会好 对我还是会 就像我在背景上听到婴儿哭 或是遇到神奇障碍的朋友 我一定会看一眼 但是那种看似平性的 其实刚刚我们两个在排练的时候 我们就有跟他们沟通说 我们两个不会有平常真的 如果发生的话 所以看到你们其实反应就这样 对 直接反应 其实你们两个还蛮冷控的 因为会觉得你可以去观察 对 用你的感官去观察 先观察 如果他需要帮忙 他会跟你说 是 那如果他没有需要帮忙 我觉得我们要把他们看待 其实就跟我们一样 是 情境剧演出身心障碍而家庭生活的不便与难处 期盼更多人以同理心接纳他们 支持爱奇尔家庭心灵更健康 我们很多的爱奇尔家庭 他好期待被理解跟认识 达到百分之九十 有时候是胜过于他可能精神上 可能胜过于物质各方面的支持 那这个也不能念错 不能念错 我查了一个文件 美国精神健康协会 他有一个调查 身体障碍的家庭 的忧郁症的几率 比一般的人口高三倍 而且特别是像隐形障碍的 像 像刺鼻症等等 所以如何在一个 这个环境里面 让这些孩子 这些家庭能够走出来 这也是促使 我们天生一直在想的 如同我们的口号 父母先走出来 这才有希望 走出来很实际 就是要来晒晒太阳 那我也想要 趁着今天的情况 跟大家回应一下 通常我们期待被友好 就是一般的民众 那一般民众 他在友好的过程 他能够得到神 其实这方面有很多的文献 那我相信为人最热的 最快乐的这个事情是很真实 就如同 我们今天改变了一个方式 其实 我们常常看到很多爱奇奥队 他可能有不同的那种举止 会让我们觉得很压抑 甚至有时候我们会规范 他如同我们一般人的规范 但是如果像今天的场景 恩义 他对那个声音的 你想想看 我们拍手拍一下 他会放大十倍的时候 每次只要鼓掌 他必须用尖叫来抵抗 你要叫他符合规范 那很难 你就是必须要去做了很多的 这个这个这个 很多的改变等等 但是如果说我们一般人 只要换一个方式 我常常想定调就 当我们有能力用这种方式 来呈现的时候 我们会不会感觉 我们是可以祝福人的人 我常从这个方向去看 这个孩子他的不方便 但是带来我们愿意改变的时候 其实我们好像也蒙受了那种祝福 我们有能力祝福别人的这样的感受 期待 336就是在这样的一个氛围 互动里面 我们让社会能够更好 有时候就真的碰到 公车司机 不但那个 那个 那个降下来 没有靠边确实 他那个斜板没有降下来 不但这样子 有时候在上车的过程当中 公车司机只是催促一下说 比较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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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去抖掉 比较快一点 你知道对这些的家庭来讲 他们的 里面 是很难过的 他们没有感觉到爱 没有感觉到被接纳 我就处理过好几个这样子的案子 那么 我赶快找了 工运处 那么来 那么 提醒司机大哥 说不可以这个样子 不但这样我们还要加强训练 所以台北市政府 还有我们的整个社会 还有很多要做的 我非常支持这样的活动 走出来 而且这次是到公务员 对不对 非常阳光 那么 那一天 鼓励大家 不但我们自己走出来 我们也鼓励所有的家庭 带着所有的 爱情人一起出来 当他们出来的时候 大家要鼓励他们好不好 大家不但要鼓励他们 要支持他们 而且要陪伴他们 那另外我想 其实在台北市政府 我们面对身心障碍的一个 孩子的照顾 其实这是一个刻不容缓的问题 我们现在面对少子化的时代 那但是呢 我们需要被关怀照顾的 甚至很多隐形的家庭 都我们并没有看到 但是呢 这样的问题 它都会逐步的出现 而我们未来 能不能有更多服务的方案 服务的这个所谓的 这个建设 甚至我们能不能去建造 更多所谓的 全日型居住 或是所谓的 日间照顾的系统 那这个部分 社会局 那这个科普隆环 一定要及早来做一个 部件的动作 那我所以我也非常感谢 我们天使星这边 首先呢 在文山区 帮我们建构了一个 爱奇艺的一个发展中心 天使星基金会服务 爱奇艺家庭超过20年 从2010年起 每年3月 第三个星期六 举办336爱奇艺家庭日 串联台北 桃园 台中 台南 以及高雄同步举行 让爱奇艺家庭 藉由户外运动 扩展人际 并释放压力 也盼更多人理解他们 记者问君台北不到 台糖引进中南美洲咖啡豆 推出台糖高地小农 安提瓜咖啡 民众可以品尝到带有甜美的果香 及奶油坚果香气的精品咖啡 同时也能帮助刮果小农 并回馈当地偏乡新建学校 一杯香醇的咖啡 换起许多民众一天的开始 为帮助友邦 刮地马拉小农 并回馈当地偏乡 台糖以平价的精品 相纯的工艺 推出台糖高地小农 安提瓜咖啡 让咖啡不止飘香 更能跨海宋爱 刮地马拉的咖啡 是真的是非常非常的优质 那么除了它独有了 这个围气候以外 这个高地 另外最特别要跟各位报道的就是 我们台糖为什么会进口 刮地马拉的咖啡 第一个在安提瓜的部分 它是瓜果的八大产区之一 那么也是我们台糖进口 非常难得的就是具有雨林的认证 那么台糖进口的这个 瓜地马拉的安提瓜咖啡 也是属于单一产区 也不是像一般我们市面上 有一些是混动 所以这些都是一个特点 台糖基本上我们是一个国营事业 那么富有这个企业的社会责任 那么在这个前提之下 我们对于中美洲 瓜地马拉是一个方交国 我们非常非常的关心 除了说台糖进一级之力 进口这个砂糖以外 在咖啡豆的部分 那我们知道瓜地马拉的咖啡豆 在台湾的这个来源果里面 它是第五大 那我们台糖从去年开始 进口这个瓜地马拉高地小农 那么总共有61位的这一个小农 我们就是从安提瓜来进口 那么这个部分 台糖基于这个社会公益 我们会从收益里面会提拨一部分 来帮助瓜地马拉 在偏乡地方兴建学校 也就是说台糖希望能够 除了我们砂糖以外 在咖啡的进口 也能够帮助瓜地马拉偏乡的学校 让这个我们瓜果的经济 在这个弱势的部分也好 或者是在小孩子上学也好 我们台糖都能够尽一级之力 请起动 瓜地马拉大使巴迪亚 以及经济部政务次长曾文生 外交部常务次长陈立国等贵宾 都出席上市记者会 并大力推荐安提瓜咖啡 希望集结各界力量 堆砌友邦小农与小朋友的 无限未来 台湾有非常多坚定的友邦 实际上在过去这段时间以来 一直对台湾有非常多强烈的支持 那友谊是互相的 友谊是互相的 台湾一年的咖啡的消费量 非常非常的惊人 那在这个惊人的消费量里面 我们能够有效的展现出我们的友谊 甚至以台湾这样子国营公司的身份 在瓜里马拉能够捐助一部分的营收 来新建小学 事实上 这个是我们台湾人 对于我们的朋友 一个最好的友善的表现 那除了台湾公司 今天会把这个产品上市以外 其实在座各位 我相信很多人已经都喝过这个咖啡 只是你不知道 那个大家如果曾经在高铁上喝过咖啡的话 请大家记得 每个月1号到7号 台湾高铁上面提供的咖啡 就是瓜里马拉的安迪花咖啡 记得 可以跟台湾直接买 接下来同路里面 你都会看到那一个包装 那个就是台湾要新上市的咖啡 我也喝过瓜里马拉咖啡 我去过安提瓜三次 所以跟各位挂保证 外交部 特别在这个场合 包括我们的杨董本身 我们曾市长本身 巴尼亚大使 三位一体 来跟各位认证 这个雨泥认证以外 还加上我们所有的政府部门 还加上我们各位曾经尝试过 喝过瓜里马拉 安提瓜 这样一个高地小同咖啡的朋友们 都可以一起参加 我们今天这样的活动来认证说 我们非常非常的高兴 尤其是因为 对我们友邦超过90年邦誼的瓜里马拉 他们即将在1月 其实14号就要有他们的新任总统的就职典礼 所以我们的确在这个场合用这样的方式 来庆祝双方超过90年的邦誼 由于瓜里马拉拥有肥沃火山灰土壤 农场位在高海拔纯净无污染 适合栽种咖啡树 其中安提瓜咖啡豆带有甜莓果香 与奶油坚果香气 风味大受好评 海拔越高温差越大 甜度越高就好像水蜜桃一样 所以我们的豆是非常的甜的 那甜的豆跟一般的豆有什么不一样 甜的豆可以做到浅焙 浅焙会回甘 有点带酸 各位我们如果说用浅焙的话 有很多人不敢喝酸的 所以我们用中焙来做 所做出来的就是各位喝到的味道 高铁的部分是深一点点运到成本的考量 但是所喝的都是同一个高地小农精品咖啡 而且是偏香的 我们需要帮助他的 我们并没有透过任何的协会 任何的经销商 盘商 贸易商 这一些来做分润掉了以后才拿到豆 我们是直接跟小农接洽 我们的国际贸易组直接接洽 台糖安提瓜咖啡 在台糖各营业据点及各大量饭超市 都可以买到精品及绿瓜咖啡 及半磅豆咖啡 民众在品尝香醇咖啡 还能将爱心散播到友邦 记者李奇慧台北报道 机房及非法机上和经销商强力查清 去查获778台非法机上 涉嫌侵权金额超过台币10亿元 看到一格格的新闻 这些制造输入或销售侵权机上和的业者 都会遭到最众可除两年以下 服刑和50万元罚金 影视产业是文化输出的软实力 可带动旅游观光等行业发展 盗版业者行为 会让正版业者收益减损 进而减少产出优质节目的能量与资源 直接受到伤害的是文创工作者及消费者 所以请大家检查一下 自己使用的机上和是否合法 就算是合法的机上和 内建是否下载了侵权APP 虽然台湾没有对使用侵权机上和的民众 有任何的罚则 但为了打造一个优质且强盛丰富的影音帝国 请民众一起导正市场合法秩序 支持与世产业 巴督分住所24岁远景苏玉红 在值班台执勤时 被突然冲进来的小货车撞击倒地 经送医急救人伤重不治 家属重粉现场进行招魂仪式 所内同仁列队鞠躬送别 场面令人鼻酸 难掩悲痛的情绪 人警苏玉红派出所同事 分局同仁 情绪在巴督派出所前 列队向苏玉红致敬 所长更是情绪崩溃 玉红 请务结束 一路好走 书玉红的家属 一号前往巴督派出所招魂 家属也面痛哭 哭到腿软 需要远景参幅 远景们也拎着雨 敬礼 类别同袍 但是他在我们派出所都是尽心经理 对于各项案件都会协助办理 尤其像我们之前的一些埋伏通缉犯 还是一些埋伏情务我都会带下去 因为他现场临场表现真的是还不错 那对啊 那今天真的 发生这种事情真的很遗憾 他那个也是在直办台真的很认真在工作 只是他遇到这种事情 我们真的也很难过 身体是只有多处的挫伤擦伤还有撕裂伤 然后经过急救了四十余分钟 很遗憾的还是没有回复自发性的循环 所以大概在十一点十几分的时候 就在医院宣告死亡了 然后另外一位女性的二四岁病患 伤势相对较轻微 大概就是一些肢体还有头部的挫杀伤 然后在医院经过检查伤口患药以后 已经病患已经出院回家休息了 年仅二十四岁的苏玉宏 二十九号执行深夜遭到三十四岁减性嫌犯 开车冲撞派出所造成不幸身亡 经过警方调查发现减性嫌犯在冲撞派出所前 已经在台六十二线西向十六K处先追撞一辆重机 造成三十八岁流姓的巡路员伤重不治 在瑞芳区台六十二线十六点六K处 流姓巡路员驾驶巡逻机车 沿六十二线往济龙方向行驶 遭后方小货车追撞 造成流民连络边坡受伤 经由建务车送往济龙长坑就医不治 经本分局连夜调查及比对机证 本案简性驾驶张车后 疑似于台六十二线撞击机车 跌落边坡致死 往济龙方向逃逸 照片中的三十八岁流姓巡路员相当阳光 二十九日晚间在台六十二线遭到小货车撞飞 经过新北瑞芳分局连夜比对 造成小货车和冲撞派出所的车都是同一辆车 检察官退同家属到医院相宴 家属神情哀戚 算了不用了 结婚他妈妈应该也是很像我们一样辛苦 他儿子自己也被火车撞死了 对不对 但昨天你们第一时间接到消息的时候 来到现场你们那时候状况 你们是知道怎么样的状况 警察是跟我说他分迷 我那时候还想开车来的时候 我还想说可不要千万不要说白法人送黑法人 没想到还真的是白法人送黑法人 警方调查检性嫌犯二十九号先在奥底偷走货车 一路在台六十二线上狂飙 先撞死了巡路员之后 接着在冲撞派出所 存起事件造成两人无辜身亡 而检性男子自己在逃跑过程中 也被火车撞死 白法人送黑法人令人不胜唏嘘 记者黄少民基隆报导 而在这起悲剧事后 八堵分住所紧急设置暂时性防撞十吨 未来将改为固定式 市长谢国良前往未未分住所同仁时指出 希望警察局针对也有类似地形的 像是正兵派出所也可以进行防撞十吨的设置 遭到货车撞造成一死一伤的八堵分住所 现场已经清理完毕 值班台后方还有民众送来的鲜花 悼念不幸身亡的输信远景 八堵分住所前 新设置一个水泥防撞十吨 重达两吨重 上面写着禁止跨越 本分局八堵分住所 29日晚间发生 蓄意驾车撞造成远景不幸伤亡之案件 那基隆市警察自由会理事长张敏斌 那立即调派公班 那以吊车吊挂两吨重的水泥十吨 那当晚21持许 那至于八堵分住所的门口 那作为安全阻挡之用 使同仁安心 警察局二分局正兵派出所也有类似的地形 要求警察局做好主角设备 电动式的 也有一些就是比如说他钻进去 下床 下床 拉起来 所以还有各式 我们是因为我们的 那个 怎么讲 我们的那种 我们的传统 我们的市安社会不去没有 这几年 那这个其实 你会觉得现在这样很丑 其实稍微彩绘一下 或者是稍微就是 暂时性的 对对对对 也不会 跟你说暂时性 你说要固定下来 固定设施要怎么办 我们现在研究可能两种方式 一种是在这边 就是把它那个 汽车可以冲撞的那个面积 控管柱 然后在里面是花台或者是当装 因为这只是走人 对啊 其实一个这样就不会有 大部分就不会有这样 那市政府将全力的支持 增加安全阻隔设施 保护远景的执行安全 那基隆市警察局 并已全面检视各驻地安全 那将朝装设两根摸字型 高强度钢管之方向 尽速装置安全阻隔设施 确保远景执行安全 而整起事件 而整起事件在天一名受害者 死者刘迅巡路员是金融市民 市长谢国良特别前往慰问家属 表达不舍和难过 并指示市府全力协助家属 处理善后 让死者可以安息 记者 在带你来看 金融市政府举行消防局 新任局长交接宣誓典礼 由副市长邱佩玲主持及监事 金融市新任消防局长交接 副市长邱佩玲担任兼交员 新任局长由台北市副局长 尤嘉宜接任 他过去在台北市政府 有25年的经历 然后17个不同的位子 对于金融市政府来说 这么好的条件 我们觉得非常开心 那当然消防局 在我们历任的局长的努力 跟我们代理的翁局长的努力之下 其实已经非常的完整 也非常的棒 但是如果今天有一个 很好的森立军在进来 一起守护我们金融的安全 那是我们大家的骄傲 新任金融市消防局长邱佳毅 拥有台湾大学土木研究所博士 及中央警察大学消防科学研究所硕士 学建立丰富 也曾经参与许多重大火灾及灾害救助工作 我当然希望说 因为我之前在中央还有在台北市 待过总共32年的时间 那其中有25年是在台北市政府消防局 那我在消防局担任过 说真的说待了17个职务 很多科室我都历练过 所以我当然想说 既然台北市是培养我出来的地方 那目前我来到了基隆 我也希望能够带领基隆的消防团队 让我们的市民能够最主要还是要更安全 更平安 新任消防局长上任 尤家应席的长官部署同事都特别前来道客献上祝福 我对他印象太棒了 你怎么说 游局长是非常优秀的一个学弟 而且拥有台大的一个博士 那过去他在台北市府的那个期间 很多的同仁和同事都对他非常赞与有加 所以我对他也是打分数也是100分 其实以往台北市在全国的消防 都是领头羊的角色 所以有很多的措施 其实都是全国都会来相继的来模仿或者是学习 那我觉得基隆当然原本这个地方 他有他在地的特色 那我们也希望他们之前的消防也做得非常的不错 那我希望在这个不错的基础下 能够再更进进的地方 那这样当然是最好 整场交接典礼简单隆重 副市长邱佩玲取取消防同仁 在新任局长领导下 消防局同仁能够勇于挑战 齐心守护市民财产安全 记者黄少民基隆报导 以上就今天的中央新闻 非常感谢您的收看 我是蔡小军 祝您一切平安 我们下回 我们下回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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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